各位,大家現在在看的東西是來自The Independent 英國獨立部 題目是美國核子戰爭的頭 說烏克蘭只是一個熱身 遲些還有更大的危機 他是美國核子力量的架頭 他何時做熱身呢? 他說烏克蘭只是熱身 他現在在烏克蘭用核子武器嗎? 怎麼可能烏克蘭是熱身呢? 還是他在說即快美國準備核子武器給烏克蘭用呢? 我不知道這裡真的不知道他在說什麼 如果烏克蘭只是熱身的話 實際目標是誰呢? 這個問題 環顧世界哪一個會被他擺作第一位呢? 會不會是俄羅斯呢? 還是我們中國呢? 一個這樣的新聞頭條 令人非常震撼 如果是假的 沒問題啦 不過新聞怎麼為假呢? 如果真的話呢 那就真的要重新考慮一下 大家的安全了 到底是怎樣? 我不知道 我希望這些就是 西方媒體想找眼球的動作 如果真是美國的軍方首領這樣說話的話 人類玩完了